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大自贤 今天我们又要开箱了 箱子有点大 开什么呢 小米烤箱 哇 这个是小箱中的大多老 这个应该是烤盘的夹子 然后它应该是把这个弄出来的 这是烤鸡用的那种 一直在转的那种 这就是烤盘了 广状 这又是烤盘 这样的话它关烤盘三个喉 这个是放到四下 哇 这外观真是简洁大方 非常金色 然后这个手把的话是这样的 摸起来手感也是很好的 然后这表面是那种塑料的 然后这个后面这块是 带有稍微磨砂的那种 这个表面应该是算是钢筋烤漆的那种吧 很亮 手感很烤 烤箱已经看完了 然后我们炒点东西看看 这烤的怎么样 又拆香了 今天我们来烤个牛骨髓看看 骨髓还是蛮多的 烤得严严实实的 不要让它走风 200度10分钟烤起来 然后切个柠檬 待会儿我们撒点 就怕有点腥味什么的 好香啊 好了 倒时间了 这个不要一下子全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热气让它先散一散 是没熟啊 熟了 红色的呢 应该是熟的 熟的就是这个味儿 哇 全是油脂啊 你看一颤 跟果冻一样 尝一口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腻 入口即化的那种 再尝一口 幸亏少了点那个黑胡椒 味道没那么淡 也没有那么腻 也没有什么腻味 来点这个 黑胡椒很严厉 这个骨头是有点儿切 撒上这儿后 确实好吃很多 这个红红的是没熟吗 好像有点儿 是没熟的吧 我们再给它烤五分钟吧 五分钟应该够了 我们的骨髓已经烤好了 这全是油 一个 你怎么喜欢喝油呢 这个骨髓啊 我查了一下 青少年或者小孩子 偶尔给它吃一点的话 也有好处 他刚才查的时候说 小孩子吃的话有助于生长 就是身高 这吃起来啊 就是像那个豆腐脑 就是稍微有点儿腻的那种豆腐脑 这因为里面油确实很多 准备了两种 一个土司面包 还有一碗米饭 这个骨髓 这个骨髓 其实也不多 尝一盒 我喜欢这个拌米饭的 刚才加了点那个酱油和那个辣椒嘛 就综合了一下它的腻味 还有一个是黑胡椒的 两个拌把我都放进去 嗯 很香 半碗米饭一点不腻嘛 我再来尝一下吐司 黑胡椒的 吐司 哇 哇 这豆腐脑 绝对是豆腐脑 折一下 搭配吐司面包一起吃的时候 我建议放点洋葱什么的 跟面包吃有点腻啊 嗯 嗯 这味面包里放点那种 黄油 嗯 对 放黄油的味道差不多 那外国人应该很喜欢这个 我们中文人的话 我建议还是米饭 嗯 骨髓都吃完了以后 剩下的骨头 我打算熬点汤 熬个几个小时 弄成奶白色的汤 嗯 应该很不错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